好 同学们 上次课呢 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钢的热处理 我们知道钢的热处理 有几种典型的工艺 一个是退火 一个是正火 一个是脆火 一个是回火 那么上次讲了呢 这个退火 正火和回火 这么三种工艺 那么 脆火这种工艺 那么我们特别是讲了脆火 讲了钢的吹透性 讲了钢的吹透性 我们知道 加入合金元素以后 对钢的吹透性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讲合金钢 它的吹透性 要比我们普通的碳钢的吹透性 要高得多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对一些重要的零部件 我们通常选用了合金钢来做 那么吹透性不同 它的性能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看 刚才 圆着它的截面上 它的吹透性呢 对它的性能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 这里有示意图 那第一个 是这个吹透性最好的 四零 各叶木 这样一个钢 然后吹透性很好 那你会发现 这个上面 是吧 它的这个硬度 HB 圆着这个厚度方向 铺面的厚度方向的话呢 它是均匀的 强度 圆着厚度方向 也是均匀的 那是抗拉强度 曲腹强度 也是均匀的 冲击韧性呢 也是均匀的 也就是说 从外到内 它的性能呢 都是很均匀的 是吧 因为它的吹透性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吹活以后 它的这个 这个性能呢 圆着厚度 这个方向呢 的分布的话呢 就基本上相同的 所以这样的话 性能就会很均匀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钢 四零各 四零各呢 它吹透性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合金元素呢 大家看看 比这个四零各叶木的话呢 它要少不少 是吧 所以它的吹透性呢 不入这个四零各叶木 这样的话 你看看 我们这样一个 这是一个大的这样一个键 30毫米的这样一个键 那么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呢 它吹活的时候 它就会吹不透 吹不透 吹不透以后 当你进行 这个热处理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 它的性能呢 硬都呢 基本上差不多 康拉强都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曲腹强的的话 会有明显的变化 冲击韧性的话呢 会有明显的变化 中间呢 会要低一些 所以性能呢 圆着截面方向 是不均匀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四零钢 四零钢呢 含它量有百分之 0.4的这个钢 那你会发现 只有表面呢 一小层呢 给吹透了 是吧 这一小层呢 这个性能是均匀的 那中间的话呢 你看看 这个性能的话呢 康拉强度 曲腹强度 和冲击韧性 都会往中间走 所以这样的话 你会发现 它的性能的话呢 是完全的 这个不同的 心部和边缘的性能 是完全不同的 有很大的差异 所以这样 我们在如果做零部件的时候 做一些性能要求 比较高的零部件的时候 那么 你要选择 这个材料的时候 你就要选 要求比较高的时候 你要选择这个 吹透性比较好的材料 是吧 当然对一些性能要求 不太高的材料 不太高的这个零部件 你也没有必要去选 那么 这个好的材料 因为 合径元素越多 是吧 那这个材料的话 就越贵 成本越高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一下 经济效益 但从这个图 我们就知道 这个 吹透性不同 源于截面方向 它的性能分布的 是有比较大的差异的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设计零部件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那么 我们在选材的时候 是吧 我们刚刚讲 原则截面 它的性能有变化 那选材的时候呢 你就要注意 根据它的脆弱性 来注意 来选核子的材料 来做你的零部件 对于一些 截面比较大 形状比较复杂的 而且受力条件的 比较苛刻的 这样一些件 好比说 螺酸 拉杆 断膜 这个垂杆 等等这样一些弓件 它的这个 这个性能呢 源于截面上呢 它的要求比较均匀 所以这个时候 你才选呢 吹透性比较好的 这样一种钢 对于有一些 承受这个弯曲 扭转载荷的 这样一些轴内的零部件 那么我们知道 轴内的零部件呢 它的这个 硬力的分布 从外表面 到心部的话呢 它是递减的 是吧 也就是说外表面的硬力最大 心部的硬力最小 所以这个时候 根据它这种特殊的工况 那么呢 你在选零部件 选材的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选那些 吹透性特别高的钢种 是吧 你可以选一些吹透性 比较低的钢种 因为它外表吹硬了 这个强 是吧 强度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硬度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能满足要求 所以我们呢 在选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根据 零部件的 它的 几何形态 它的工况要求 来进行选材 那我们再看看 钢的脆硬性 什么是钢的脆硬性 就是钢脆火以后 它能达到最高的硬度 就叫脆硬性 那我们知道 脆火以后 它的硬度主要取决于什么呢 主要取决于 马斯体的硬度 而马斯体硬度取决于什么呢 马斯体硬度取决于 碳的质量分子 我们前面讲过 是吧 碳的含量越高 马斯体越硬 是吧 低碳钢 马斯体的话呢 它的硬度是比较低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这个T12钢 有人叫它碳12钢 这个反正说法 各个含法不一样 那么这样一个钢的话呢 它脆火以后 它的硬度的话呢 是62到65个HRC 那么它的碳含量多少呢 它的碳含量是含碳量为1.2% 这个钢种啊 我们后面介绍金属材料的时候 我们还会介绍 所以这里我们只是先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说 对于含碳量为1.2%的 这样一个钢来讲 碎火以后 它的硬度呢 可以达到62到65个HRC 那么对于含碳量为 0.45%的这样一个钢 这个钢的话呢 是亚共锡钢 是吧 我们看看 回顾一下 我们的铁碳科技相图 我们就知道 那么对于这个钢来讲的话呢 它的碳含量 跟前面的比呢 要低得多 它碎火以后的硬度呢 最高的硬度是多少呢 是55个HRC到58个HRC 所以我们看看 碳含量不同的话 吹火以后的硬度呢 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对于我们来做韧锯的 是吧 做冷做模具的 这样一些材料 我们通常呢 要求有很高的这个硬度 所以呢 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要选择一些碳含量 比较高的 这样一些钢种呢 来做 以获得了比较高的吹硬性 那我们从这里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钢的吹硬性 是吧 它主要取决于 马尸体的质量分数 我们前面讲的 钢的呢 脆透性 是吧 脆透性它主要取决于 里面的合金元素的 种类和含量 好 我们看看 来比较一下 我们做一个练习 好 我们看看 这里呢 给出了三个钢种 一个呢 是黑石钢 或者碳石钢 那么它的含碳量呢 是1.0% 另外一个呢 是20个蒙钛 那么它的含碳量呢 是0.2% 后面呢 含有1% 左右的个 含有1%左右的蒙 含有3.0钢 那么 40个 它是含有了 0.4%的碳 然后呢 含有1%左右的个 我们看看 这三种钢 它的脆透性 和脆硬性 是谁最好 来比较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 有几个选择框 我们先看看 这个推石钢 那么推石钢的话 大家看看 它的硬度应该是怎么样 应该是最高的 是吧 因为呢 它的碳含量最高 它含有1.0%的碳 是吧 所以呢 它的 不是脆透性 这是脆透性 然后写错了 吹硬性在下面 我们先把吹硬性 给它讲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的吹硬性 是最高的 哎呀 怎么跑上去了 开始先要讲 吹透性 好 那我们先说吹透性 吹透性呢 它是碳钢 是吧 它没有合金元素 这个呢 含有比较多的合金元素 这个也含有了 一定的合金元素 所以从吹透性来讲 是吧 那是 合金元素含量越多 是吧 那么它的吹透性越好 这个钢的话呢 T4钢呢 它的合金元素的含量 是吧 它只含有碳 不含有其他的合金元素 所以呢 它的这个 吹透性呢 它是最低的 它是最低的 好 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的合金元素含量呢 元素含量是最多 所以呢 它的吹透性呢 是最高的 那我们再看看 这个斯林各 它的合金元素含量呢 比T4钢多 但是比20各蒙泰呢 要低 所以呢 它是 去中间的是较高的 我们再看看印度 吹硬性 吹硬性来讲 我们看看 这个我们刚刚讲了 是吧 这个T4钢 它的含碳量为1.0% 所以跟其他几个相比 它的碳含量最高 所以它的吹硬性呢 应该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呢 它的碳含量最低 它只有0.2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吹硬性呢 应该是最低的 那么斯林各 是吧 它的含碳量为0.4% 取这三个钢种的中间 是吧 所以它应该是较高 好 我们都在网上 做过练习了 是吧 这个我们在网上 就有这种练习的题目 那做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自己检验 所以我们现在 也一起来检验一下 我们看看 做的到底对不对 恭喜你做对了 说明我们这个结果 说的正确的 所以希望大家的话 我们网上有很多 这种练习 希望大家到网上去 做这个练习 巩固了我们所学的 这个内容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脆活 这一部分呢 给大家讲完了 脆活的目的 主要是 要以快速的冷却到低温 是吧 要获得马斯体 要利用马斯体 硬度比较高的 这样一个优势 所以这是脆活的 一个主要目的 但是脆活以后 大家想想 那么高的速度冷却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这个 所散伸的内应力是很大的 所以脆活以后 我们这个零部件 不能马上用 一定呢 要对它硬力进行松弛一下 所以我们 把这个脆活以后的钢 为了消除它的内应力 甚至来调整它的组织和性能 我们要把它加热到 AC以下某一个温度保温 保温一段时间以后 然后呢 再冷却到室温 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 处理的工艺呢 叫做回火 叫做回火 也就是这一节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么回火的话呢 又根据目的不同 根据回火的温度不同 我们把它分为了三种类型 一种呢 我们把它叫做低温回火 这个回火温度在哪 在多大的温度呢 那么在150度到250度 对于我们的钢来讲 这个温度范围 那么低温回火 它会吸出一些个 薄片状的铁2.4的碳 会使马尸体的过宝后 都有所降低 但是的话呢 马尸体仍然保持不变 马尸体仍然保持不变 也就是说 会使印度有所降低 但是降低的幅度不大 组织形态呢 不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它一个重要的目的呢 它就是能够把内阴力 占火以后的内阴力给松弛掉 所以我们的零部件 在占火以后 或者说吹火以后 不能够直接使用 都要经过一下 至少要经过一下低温回火 这个处理 来松弛里面的内阴力 然后再应用 低温处理以后 那么它的组织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亚共锡钢来讲 那么低温处理以后 它的组织呢 主要是回火的马尸体 回火的马尸体 我们把刚才 在低温处理以后 这个印度有所降低 马尸体的保护度有所降低 有少量的 这样一个 铁二点色碳的 这样一个 碳化物吸出的 这样一个组织 我们把它叫做 回火的马尸体 也就是说 吹火以后 在低温经过回火 叫做回火的马尸体 因为仍然是马尸体 这是马尸体的 过饱和度 碳的过饱和度 有所降低而已 那么对于 过共锡钢 这个吹火以后 那么低温回火 以后的组织是什么呢 低温回火以后的组织 是回火的马尸体 然后加上碳化物 因为碳化物它原来就有 然后要加上 残余的奥尸体 这是它的 这个回火以后的组织 那么我们看看 通过这样一个回火以后 我们可以消除战火的 这个内营力 是吧 然后可以提高 弓箭的韧性 又可以保证什么呢 又可以保证战火 或者吹火以后 这个马尸体的高硬度 印度仍然是比较高的 然后高的耐磨性 所以对于过攻期刚来讲 是吧 那么吹火以后 印度仍然是很高的 它可以用来做 挫刀锯条等等 这样的工具 我们刚刚讲 我们的锯条 是吧 我们这个吹火以后 我们也不是直接用的 吹火以后 要做一个低温回火 低温回火以后 它们它的组织 是回火的马尸体 叫碳化物 叫残余奥尸体 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韧性有所提高 然后呢 这个吹火的硬力 内硬力的话 得到足够的松弛 所以这样的话 既保持高的硬度 又使你们的这个 吹火的硬力得到松弛 而且呢 有一定的韧性 所以这样的话 是比较好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回火 我们把它叫做 中温回火 中温回火 是指在350度 到500度 这样一个温度范围 那么这个时候 回火以后的话呢 所获得的这个组织 我们给它一个名字 叫回火取尸体 叫回火取尸体 那么它是什么呢 一个形态呢 它是铁瘦体的机体上 弥散地分布着细的圣坛体 的这样一个恒合组织 也就是说 在中温回火的时候 马尸体呢 发生了分解 马尸体里面吸出了圣坛体 而且圣坛体呢 是细的颗粒状的 这个圣坛体 然后呢 剩余的部分呢 转变成了这个铁瘦体 但是这个铁瘦体呢 它仍然保持了 马尸体的形态 也就是说 跟原来马尸体的形态 是一样的 只是呢 它不是马尸体了 而是呢 吸出碳化物以后 这个 这个过宝后 得到大幅的降低 这个 这个AC轴 变成了这个A 是吧 变成了这个体型正方 变成体型立方的 这样一个结构 变成了铁瘦体 所以它保留 马尸体的形态 但是呢 是铁瘦体 而且碳化物的话呢 在回火中的话呢 它也是 要有一定的 比回火马尸体中的碳化物的话呢 要粗一些 那么 回火取尸体 它的性能特征是什么呢 它的性能特征是有高的弹性极限 和高的取负强度 有一定的韧性 印度的话呢 比回火的马尸体要低 它一般在35到45个H2C 它主要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弹簧 用来做弹簧 它虽然用了取尸体 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回火取尸体 这个名字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回火取尸体 可不是我们前面 奥尸体转变时候 生成的这个取尸体 是吧 奥尸体 这个过能奥尸体转变 生成的取尸体的话 那是铁瘦体和圣炭体的 成片状的这样一个混合物 那么这里的回火取尸体 那么是什么呢 是铁瘦体里面含有的 颗粒状的这样一个 圣炭体的这样一个组织 细小圣炭体的 颗粒圣炭体的这样一个组织 而且铁瘦体保持了 马尸体的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回火取尸体 它跟上面转 从过能奥尸体转变 获得的这样一个 这个珠光体内心的 这样一个产物 取尸体是不一样的 希望大家注意 由于这个回火取尸体的话 这样一个组织的话 或者这样一个材料的话 那么它具有高的弹性极限 和取幅强度 所以它特别适合做弹簧 所以我们弹簧的话 都采用这样一种热处理工艺 也就是占火以后 加中温回火 好 我们再看看高温回火 高温回火 一般是在500度到650度 这样一个范围 高温回火以后 它的组织是什么呢 它的组织是 立状的圣炭体 和铁瘦体的机体的 一个混合组织 那么这里有个照片 也就是说 里面有大量这样一个 细小的颗粒的 这样一个圣炭体 机体的话 是这个铁瘦体 那么这个时候的铁瘦体的话 它已经不同于原来的 马尸体的形态 它已经没有马尸体形态了 它完全是一个新的 这样一个形态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机体为铁瘦体 中间弥散地分布了 大量的颗粒状的 这个圣炭体 所以软机体上面 分布了大量的硬的质点 所以这个时候 它的性能非常之好 具有非常好的 综合机械性能 尽管它的硬度 比回火 这个取尸体要低 它只有25个HC RRC到35个HRC 但是的话它的强度 硕性和韧性都比较好 是一个综合机械性能 比较好的这样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说回火锁式体 综合力学性能最佳 那么我们看看 刚我们通过脆火以后 加高温回火 就可以获得这样一种 综合性能很好的 这样一种组织 我们叫回火锁式体组织 那么由于这样一种组织的话 特别好 所以我们把这个 取了一个专门的名次 把脆火加高温回火 把它叫做调直处理 也就是说调直热处理工艺 调直工艺的话 就是指的脆火加高温回火 得到回火锁式体的 这样一个热处理工艺 那么多用在什么地方呢 多用在像螺栓啊 连杆啊 轴啊等等 这样一些零部件 综合机械性能非常好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刚萃火以后 然后在回火 不同的回火温度下 那么它的这个 马式的量 残云二式的量 内应力的情况 和碳化物的颗粒的尺寸 这个回火温度的一个变化 大家看看 随着回火温度的逐渐升高 碳化物这个粒子的尺寸呢 是逐渐的增大的 是吧 到高温的时候 尺寸要大得多 中温的时候要大一点 低温的时候最低 是吧 那么内应力呢 随着你的回火温度的增加 内应力呢 是逐渐的松弛 是吧 到中温的时候 基本上降为零了 那么 残云二式的量呢 是随着你的回火温度的增加 那么呢 逐渐的来降低 到中温以后 基本上呢 为零 好 我们再看看 马尸体的 这个碳的 这个质量分数 也就是说 这个回火过程中 因为马尸体会分解 那么随着你的回火温度的越来越高 马尸体里面的碳的质量分数就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么基本上变得很低以后呢 就成了铁树体 是吧 所以呢 随着回火温度的增加 这个碳的质量分数逐渐增加 马尸体逐渐分解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 到高温回火以后就没有马尸体了 好 我们再看看力学性能 看力学性能 我们看一看 这个硬度 先看硬度 硬度的话呢 随着回火温度的变化 温度升高 回火温度升高 硬度呢 是逐渐的 这个降低的 单向降低 然后我们再看强度 强度的话呢 这个 回火温度增加的时候 开始在低温度上 它有一个增加的过程 然后曲伏强度 一个增加的过程 然后呢 就开始逐渐下降 那么抗拉强度的话 是逐渐下降 然后我们再看看硕性 硕性的话呢 随着你的回火温度增加 硕性呢 是不断的增加的 所以我们看看 在这样一个温度区间 是吧 它的强度 硬度 这个硕性呢 都比较好 所以综合机械性能 比较好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呢 对一些 重要的一些零部件 我们通常采用 调子这样一种工艺 来进行热处理 因为调子以后 它的性能呢 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冲击阵性 冲击阵性 那么冲击阵性呢 我们看看 随着回火温度的这个变化 冲击阵性的变化呢 是有点特殊 那么首先 随着回火温度增加 冲击阵性呢 是逐渐增加的 但是呢 到200度 到300度左右的这个时候呢 它冲击阵性就下降 然后呢 再增加 然后呢 又再下降 然后再增加 也就是说 它中间有两个降低的过程 那么冲击阵性降低 我们就把它叫做脆化 那么 这两个温度区间 我们叫做回火温度 这个脆性 脆性 回火脆性 那么一个是在低温段的 是吧 250度到350度这样的区间 那么这个叫低温的回火脆性 那么另外一个呢 是在500度 到600度之间 这个是我们叫高温的 这样一个回火脆性 那这两个回火脆性温度区间 回火以后 钢的冲击阵性呢 明显下降 所以这个的话 对冲击阵性来讲呢 是不利的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 钢的 这个四种典型的热处理 给大家介绍了 然后我们知道 钢的这个 这个比较好的 一个热处理工艺 就是我们脆火以后 加高温回火 这个时候呢 它获得的综合性能比较好 刚才可能同学看到 那你这个高温段 这个500到600度之间 不是有一个回火脆性吗 那这怎么办呢 实际上这个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想办法 给消除掉 一个是不同的钢种 它这个回火脆性的表现 对强弱的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呢 我们可以在 稍高一点的温度下 进行回火 回火完了 我们快速的冷却下来 快速通过这样的温度区间 就可以把这个回火脆性 给回避掉 所以这样的话呢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那么由于呢 这个脆火以后 加高温回火 得到的这个回火锁实体 这样一个组织 它的综合力学性能非常好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非常的有利于 我们来做一些 综合性能要求 比较高的一些零部件 所以我们很多 重要的一些零部件 是吧 我们呢 加工好以后 我们都采用这个脆火 加高温回火的 这样一种调质 我们称为调质的 这样一个热处理工艺 来作为它最终的 这样一个热处理工艺 这样的话呢 来获得比较 综合性能比较好的 这样一个性能 那有时候的话呢 我们还希望 这个零部件 有些特殊的性能 好比说我们的齿轮 是吧 我们制造齿轮 齿轮的话呢 它的表面会耐磨 会磨损 因为它咬合传动的时候 它表面会 这个结束的时候 有很强的摩擦磨损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要求它比较耐磨 要求它比较耐磨 就必须要印度要比较高 那但是的话呢 印度太高了以后 是吧 这个齿轮它会树立 它就会把它绷断 把它绷断 因为整个印度太高了以后 韧性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时候 就要希望能够获得 一个综合的 怎么来调节 或者一个综合的 这样一个好的性能 那么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是内部呢 是韧性比较好 外部呢 硬度比较高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个什么样的供应来获得它呢 也就是说我们用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是表面的硬度比较高 心部的硬度上低点 硬性好一些呢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想一些办法 来对表面进行处理 这样就开发出了 刚的表面热处理 也就是说 这样一种热处理的话呢 仅仅是在 钢的表面进行加热和冷却 而不改变其他部分的 这样一个组织和结构 是吧 也不改变它的成分 那么这样一种处理呢 我们就把它叫做表面热处理 那么把它加热到高温以后 在这个快冷下来 这样的供应 我们就把它叫做表面脆火 那么怎么来获得这个表面 这个温度升到 这个奥斯里化的温度去煎 然后又快速冷却下来呢 那么这样有一个 非常简便的 这样一个工艺方法 这个就是所谓的 表面感应正火 那么表面感应脆火 实际上是利用了 这个感应线圈 通交流电流的时候 它会产生一个 交变的磁场 那么在这个交变的磁场 作用下 会在我们弓箭的表面呢 会感生电流 那么电流呢 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 由于有电阻 是吧 所以弓箭就会被加热 这个加热的话 是表层会加热 而且加热以后 电阻会越来越大 所以表面的话呢 这个温升就会很快 很快就会把表面 加到很高的温度 而内部呢 这个温度呢 并没有多大的变化 所以利用这样一个 工艺方法 我们就可以呢 用一个感应线圈 把我们的表层 零部件的表层呢 温度加热到奥斯里化 温度尾 这个区间 让它奥斯里化 然后的话再冷却下来 那怎么冷却呢 实际上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加热到奥斯里化 温度以后啊 我们在这个感应线圈里面呢 有些水管 有些水管 那么呢 通过这个水管进行喷水 把电流切断以后进行喷水 这样的话呢 就获得了一个水冷的 这样效果 这样是吧 表面出现了奥斯里化 然后呢 表面又快速冷却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获得一个表面脆火的 这样一个效应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通过调节是吧 我们这个线圈的 这个感应线圈的频率 是吧 电流 是吧 来获得这个 来调节这个磁场 来获得了这个感生电流的大小 是吧 然后呢 来调节这个升温的数率 和升温的范围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呢 又可以在停止以后 在这个停止加热以后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再喷水 让它快速的冷却下来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对表层进行了脆火 表层退火以后 那么表层的话呢 印度就会很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提高表层的耐磨性能 所以这样对齿轮 这种键来讲呢 是特别适合的 还有了一些轴内 轴内大家都知道 轴内啊 在这个支撑的这个地方啊 它也是有磨损的 是吧 把这个轴的支撑这个部位呢 给它进行一下感应战火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方就比较耐磨 所以的话呢 就可以保持我们轴的平稳的运转 可能有的同学讲 这个轴的地方磨损 也没有关系啊 是吧 那是不行的啊 因为这个轴这个地方 如果它有磨损 它表面不平了 是吧 那就会使什么呢 在运动的过程中啊 它就会颤动 一颤动的话 那就影响这个轴的 运行的平稳性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呢 轴的支撑部位 一定是要有比较高的 这样一个耐磨性能的 好 那这个感应战火 那怎么来进行呢 我们这里呢 有一个示意图 一个flash 大家看一下 好 我们这里呢 是一个啊 这个45号钢 做的一个这个齿轮啊 那么做完以后 是吧 我们先加工 即加工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进行热处理 热处理的话呢 我们呢 由于要获得 获得比较好的综合性能 所以呢 我们采用调质处理工艺 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是吧 这个脆火 加高温回火这样工艺 由于高温回火以后 这个表面的硬度的话呢 比较低 是吧 脆火以后 回火以后是回火锁式体 它的硬度呢 是比较低的 是吧 只有二十几个HRC 是吧 比较低 那不够耐磨 那我们这样呢 我们就想办法 对它表层的进行一下脆火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把这个弓箭 放到这样一个感应线圈里面 然后呢 我们呢 给它加热 是吧 大家看看加热 是吧 加热完了以后 这个表层呢 这一圈是吧 就红了 这个就凹水化了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停止加热 然后喷水 就是水脆 水脆我们拿出呢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发现 是吧 表层 经过脆火以后 表层的话呢 又变成了马尸体 是吧 又脆成了马尸体 所以那马尸体的硬度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话 那么它表层的硬度呢 就非常之高 我们看看 这里给的示意图 是吧 这个时候 它的表层的硬度 能够达到58个HRC 那么新部呢 是25个HRC 所以新部的话呢 这个硬度低 韧性好 是吧 这样的话 在瘦窄的时候 它不会呢 不是那么脆 不容易的 这个崩断 是吧 所以这个齿的话呢 不那么容易脱落 那么外面呢 又比较硬 比较耐磨 那当然 这样一个表面脆火以后 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个低温处理 把它的硬度给松弛一下 好 那么我们看看 采用感应加热 进行表面热处理 它的一些特点 是吧 一个是感应加热的时候 钢的表面呢 在奥斯基化的过程中 它的过热度 是在一个一定的这个温度范围之内 一般呢 是在AC3以上 80到150度这个范围来进行 当然我们怎么控制呢 那我们可以控制 感应线圈的这个功率 是吧 这个来进行调节 来进行调节 而且呢 它在这个加热的速度很快 也就是说它实现奥斯基的这个速度 非常之快 那非常之快的话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呢 有比较多的这个金核 来进行 来行核 来获得细小的这样一个奥斯基的组织 所以精力呢 没有能够足够长大 因为它时间短 是吧 精力很细 所以这样的话呢 本身呢 就是比较有利的 然后呢 我们进行战火以后 表层呢 获得马斯基 因为奥斯基 获得马斯基 是吧 它会发生的体积膨胀 那么体积膨胀的表面就会造成比较大的残余压阴力 那这个残余压阴力的话 对我们的弓箭的疲劳强度的提高 是非常之有利的 因为啊 这个齿轮啊 它受的载荷也是胶边载荷 是吧 它咬合的那一下受载 它离开咬合以后 它就不受载 是吧 所以它也是受到一个循环的这样一个载荷 那么当你的表面有比较大的压阴力的时候 它就会逆致疲劳裂纹的萌生 这样的话就会提高它的疲劳寿命 所以呢 也是非常有利的 也是非常有利的 另外一个是吧 它占火以后得到马斯力 硬度很高 也比较耐磨 还有一个 它的加热速度快 时间比较短 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你的弓箭里面 碳含量比较高的时候 是吧 我们当碳含量比较高的时候 如果弓箭里面碳含量高 它的周围环境里面碳很低 这个时候碳就会往外跑 就会往外跑 因为呢 它有这样一个 这个 往那个低碳的这个范围跑的 这样一个驱动力 是吧 当你的这个加热的时间 很短的时候 那么这个跑的时间呢 也就很短 是吧 所以表面的话呢 不会出现明显的脱碳的 或者碳含量降低的 这样一种现象 所以这个的话呢 对于我们这个 高碳的这样一个材料 进行表面占火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利的 还有一个就是内部的没有加热 所以它的弓箭呢 整个战火的变形呢 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样一种热处理工艺 是非常是有利于我们呢 能够获得内外性能 有明显差异的 内部比较 韧性比较好 外部的话呢 硬度比较高 比较耐磨的 这样一种有这个性能的 梯度差异的 这样一个弓箭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加热温度 和占硬层的厚度的话 比较容易控制 是吧 我们可以控制加热时间 我们可以控制加热的功率 等等这些来进行控制 所以的话呢 这个工艺方法呢 还是比较好 比较容易控制的 那么现在 这种工艺的话呢 现在已经被大量的使用 这个 大家如果有机会 去工厂去看一看 你就会知道 工厂呢 在做各种各样的 零部件的时候 不管是轴的支撑部位也好 齿轮也好 还有其他的件也好 表面吹火的话呢 是大量的使用 那么 通过表面吹火以后 这个表面为马尸体 是吧 内部的话呢 是一个调子组织 所以在外部和内部的 组织的话呢 是不同的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 它的表层什么呢 它表层是马尸体 如果表层回火 那就是回火的马尸体 那心部组织是不变的 那心部组织是什么呢 心部组织是回火的锁尸体 所以这样 它的组织是不一样的 当然我们刚刚讲了 吹火以后 一般要到180度到200度 进行一个低温回火 来松弛硬力 所以表层会回火马尸体 而且呢 降低一些 吹火的一些硬力 那另外一个呢 是保持高的硬度 和高的耐磨性 那心部呢 会回火锁尸体 来保持比较好的 综合力学性能和韧性 在工程应用中 我们看看 它多用于来做些 什么样的一些零部件 或用于一些 什么样的材料 一般来讲 多用于中碳钢 和中地碳的这个合金钢 好比说45号钢 40个 40蒙红钢等等 那么呢 主要用来做齿轮 做主轴 做曲轴 等零部件的表面硬化 以提高它的耐磨性能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呢 就把表面吹火 这一部分内容呢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下面 我们来再谈 另外一个内容 就是所谓的化学热处理 化学热处理 也就是说 我们呢 要改变 我们零部件的 这个 表层到内部的 这样一个 成分的 这个 含量 元素的含量 改变它的成分 那么这样一种 处理的话呢 它是将我们的 这个零部件 或者我们的钢材 在一定的温度下 把它放到一个 这个活性的 这个介质中 去保温 那么使一种 或者几种 这个元素 那么它呢 渗入到 它的这个表层去 这样的话呢 使它的表层的 化学成分 发生变化 那么通过 化学成分的变化 来调整它的 这样一个 组织结构 是吧 然后呢 来达到 改善我们 零部件 表面性能的 这样一个目的 所以呢 这样一种工艺 因为它要有化学元素的变化 化学元素呢 通过扩散 渗入到这个 我们零部件的表层中 改变它的化学成分 所以呢 我们把这样一种热处理 叫做化学热处理 叫做化学热处理 那么化学热处理的工艺有哪些呢 通常用的有以下这么几种 一个呢 是在表层呢 剩碳 也就是提高表层的碳含量 一个呢 是表层呢 剩氮 或者说氮化 提高氮的含量 或者呢 是将 碳和氮 这两个元素 这样一个环境 这个 至于 含碳和含氮的 这样一个 气氛的环境中 是碳和氮的 一起的渗入表面 还有呢 在表面渗入一些硫 也有的渗入一些铝 渗入一些铝 等等 这样一些不同的元素来进行 这个表层来进行渗入 那么当然 渗入不同的元素 主要是要获得了 不同的这个 这个目标 是吧 主要是来要调整的 我们零部件的性能 那我们先看看 第一种 这个工艺 叫渗碳 那么为什么要渗碳呢 实际上目标的非常明确 是吧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零部件 它的硬度 取决于呢 我们 这个脆火以后 马氏的硬度 那么脆火以后 马氏的硬度呢 又取决于什么呢 又取决于它的碳的含量 如果说我们想获得高的 这个硬度 那就必须要有呢 这个 更高的碳的含量 那碳含量太高以后 如果我们整体都用高碳钢来做 那碳含量太高以后呢 它的韧性又很差 是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它做出零部件呢 整体的韧性又不行 那我们呢 就想一些办法 想什么样的办法呢 我们让这个零部件 是吧 用碳含量比较低的钢种来做 做好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零部件呢 放到一个 这样一个含碳的 这样一个气氛里面去 是吧 然后呢 让碳呢 渗到我们的这个钢的表面 这样我们的钢的表面 这样一个区域 是吧 那么它的碳含量就高了嘛 然后你在战火下来 是吧 那么它表面的碳含量很高 这样就获得高碳的马尸体 是吧 高碳的马尸体很硬 这样的话呢 就会提高表层的硬度 提高它的耐磨性 所以我们看看 这些热处理 是吧 这些工艺的开化 它都是有很明确的目标的 是吧 有它的目的的 那么呢 只不过是我们想出一些招来 想出一些办法来 来实现这个目标 或者实现这个目的 好 那我们先看看 剩碳这样一个工艺 那剩碳 它当然它的目标 就是要提高表层的碳含量 获得一定的碳梯度的浓度梯度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的钢 或者我们的零部件 从表道里 它有一个 这个碳含量的这个变化 那么 使这个碳渗入到我们的钢中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样的话 然后的话 再通过热处理 来获得了高硬度的表层 那么 把碳渗入钢中的这样一个工艺 就叫做剩碳 那怎么来渗呢 我们看到 是吧 要放到一个含碳的 这样一个介质的环境中去 去进行渗 我们看看 这下面 左下角 有一个这个示意图 那这是一个标准的 一个气体的圣炭楼 那么这个右边呢 是把它画了一个 铺面的示意图 那么这个里面 我们看到堆的是我们的弓箭 是吧 一个钩子 放在一个支架上 放在炉子里面去 那这个外面的话呢 是加热的 这样有炉氏加热 然后的话呢 这个最外层呢 是保温层 是吧 然后我们看看 有一个 这样一个 这个把这个碳呢 输进去的 这样一些输入这个 介质的这样一个 通路 是吧 那么把这个炉子 升到高温下 那么我们通入一些 这个气体 好比说煤油 好比说甲醇 等等这样有机液体 那么这些有机液体呢 那在高温下 它就会发生分解 分解以后 是吧 因为这都是一些碳氢化物 是吧 里面都含有碳 所以这样的话 就会产生一些活性碳 那么这些活性碳的话呢 它就会 在我们的零部件的表面 负极以后 然后呢 在碳氏的 这个驱动下 碳氏这个驱动力的驱动下 因为表层碳含量很高 这样驱动下的 就扩散到我们零部件内部去 这样的话 就获得高的 这个碳的浓度 那么要实现这个目标 那显然我们要到高温下去 首先高温下呢 这个原子的扩散能力呢 比较强 是吧 所以比较容易扩散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的铁碳核心相图 那我们想一想 在铁受体这个温度区间 大家想一想 是吧 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铁受体里面 固容的碳的量 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所以呢 渗不进去 如果我们把它 升到高温 升到奥氏的温度区间 大家知道 奥氏体里面呢 这个 能够固容更多的碳 所以呢 我们呢 要把我们的零部件 要升到高温 升到奥氏体化温度区间 在这个温度区间 碳的含量的话呢 可以提到比较高 因为它可以固容更多的碳 所以这样的话呢 比较容易的 让这个碳扩散进去 所以这样 我们呢 就要升到高温下 让这个碳呢 扩散到我们的零部件内部去 能够获得比较高的 在表面获得比较高的碳浓度 一般来讲 我们要获得 1.0%以上的 这个左右的这个碳浓度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升碳完了以后 这个 我们把这个零部件 再缓冷下来 我们看看升碳以后的 这样一个缓冷以后的 显微组织 那我们看看 这个示意图 下面这个有个照片 是吧 这边呢是表层 这个往心部走 是吧 你可以看出 表层的话呢 这看上去是比较黑的 实际上是表层的是什么呢 表层呢 它这一块的话 可能看不太清楚 它实际上是 二次升碳体 加珠光体 那么中间的话呢 有一个过渡层 它是珠光体 那再往里面走的话呢 那是珠光体 加铁素体 珠光加铁素体 因为这些黑的呢 的话是珠光体 那么这是低碳钢 升碳以后 缓冷的这样一个组织 那从这个图 你可以看出 从表到里 它的组织 是不同的是吧 是变化的 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从表到里 它的碳含量不同 它的表层 是吧 这个碳含量比较高 它是处于什么呢 它是处于过共隙的 这个区间 那么再往里走 是吧 它的成分逐渐 这个碳的含量 逐渐降低 进入了这个 共隙钢的这个成分区间 然后呢 再逐渐的降低 是吧 进入雅共隙 那么最后的话 到心部 快要接近心部的时候呢 那是什么呢 它是跟原来的 这个成分的话 是差不多的 那么这样一个 当然这个层层 不是特别大 但是的话 从表到里 有一个碳浓度的 这样一个变化 所以的话呢 使得这个钢 在不同的 这个从表到里 的不同的位置 它处于了 不同的成分区间 这样的话 它冷却下来以后 它的组织就不一样 当然组织不一样 就性能也不一样 是吧 所以对于我们 低碳钢来讲 它的心部的话呢 可以韧性比较好 表层 获得高碳以后 战火下来以后 那么表层的话呢 印度又比较高 所以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获得 这个表层到内部 有不同的这个 这个组织和不同的性能 那么正好呢 可以满足我们一些 特殊的一些零部件 它的性能要求 好 我们看看 它盛碳以后 它怎么处理 盛碳以后 它有几种处理工艺 一种呢 它是直接的 脆火下来 那直接脆火下来 它也不是说呢 马上就 一下子脆到水里去 它先要呢 还冷一下 冷一下以后 然后再脆火 这样的话呢 降低这个 这个温差 这样它减小了 这个变形 减小变形 所以这是第一个工艺 叫直接脆火 那么盛碳以后 这个在比较高的温度下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它的马尸体 这个傲尸体激烈是比较粗大的 这个时候呢 让它冷却下来 冷到大概 830到850度以后 然后脆火下来 这一次脆火 直接脆火 那么另外一种呢 是一次脆火 一次脆火呢 就是讲 我们把这个零部件 先呢 空冷下来 或者气冷下来 然后呢 我们这个 冷却下来以后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 再升到 这个ACE以上 然后保温的时间 然后再脆下来 是吧 这是 叫做一次脆火 这样的工艺 那么气冷下来 得到正火组织 然后的话呢 升温上去以后 然后再脆火下来 得到马尸体 好 我们的课呢 先休息会儿